灵王记上第十七十八章 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 你会在绝境的时候 还慷慨分享吗 我们在非常需要钱的时候 还会愿意给人钱吗 非常需要爱的时候 我们能够给人爱吗 我们自己非常需要人的帮助的时候 还愿意给人帮助吗 我们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在自己绝境的时候 甚至快要饿死的时候 他还能够慷慨分享 在第十七章 就是我们看到亚哈王 他这个时候可以说是 最坏的一个王之一 那在这个最坏的时候里面 却出现了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之一 这个先知是谁呢 就是以利亚 那以利亚他在十七章的时候 就出场了 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气势磅波 他就对着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 这个话怎么多么的豪气呀 可见得他真的是很确定 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话语 然后接下来呢 神让他发了预言给亚哈王之后 马上就吩咐他赶快要逃起来 躲起来 因为这个亚哈王会想办法要杀他 所以他马上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要喝这个基利西里面的水 而且呢 很奇怪的是神居然要吩咐乌鸦来供养他 那这个伊利亚听到这样的话呢 他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不想去做 那他马上就到了基利西的旁边 就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 然后呢 过了一个非常卑微的生活 怎么说呢 就是他吃的东西呢 是靠乌鸦早晚给他叼饼跟肉来 然后喝的水呢 当然不是自来水啦 喝的呢 就是溪里面的水啊 他也没有跟神抱怨说 我喝的溪里的水 可能会有微生物啊 会拉肚子啊 神啊 为什么你要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发了这个预言之后啊 让我要受这样子的苦呢 要这样子的卑微呢 他显然都没有 然后呢 后来日子就更糟了 为什么呢 吸水干了 又没有下雨了 他就连那个基利西啊 都没有水给他喝了 到这个时候呢 神又跟他讲说啊 你要到西顿的撒勒法 住在那个地方 那我吩咐那边有个寡妇要来供养你啊 他想说 已经被这个乌鸦来供养 已经很糟糕了 现在你要我一个堂堂男子汉 来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养 应该是我们要去帮助了 为什么是寡妇来帮我呢 他也没有什么跟神在那边辩论 那他马上就去到撒勒法去了 那在城门口看到有个寡妇在那边捡柴 他就跟他讲说啊 求你用这个气棉装一点水给我喝 那他去取水的时候呢 以利亚又跟他讲说啊 那你顺便拿一些饼给我吃吧 这个时候寡妇啊 他就有话说了 那其实呢 那个时候缺的是水啊 这个寡妇要给他水 就已经是很珍贵很难了 现在你又跟我得寸进尺 要跟我拿饼吃啊 我是一个寡妇啊 我现在没有饼啊 那我的这个家里面呢 只有一把面粉 然后瓶里面只有一点点油 我现在呢 要回去喂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 已经绝望的时候了 全地都是旱灾没有水 当然就食物也非常的减少 而且他自己又是寡妇 这个时候呢 以利亚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怕 你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是你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再为你跟你的儿子做饼 哇 这个先知一利啊 有没有搞错啊 他怎么这么大胆的 做这样的要求呢 他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居然先要这个寡妇给他吃 然后再让寡妇跟他儿子去吃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下面一句话 就是让我们看到 其实神这样子做 是有他的意义的 就是当这个寡妇在绝境的时候 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个以利亚的出现 来救这个寡妇的 但是呢 他要寡妇有一个信心的行动 就是愿意把他现在所有的一些 剩下的一点点 分一些出来给神 那这给以利亚 就是等于就是给神了 那然后呢 神就会怎么样祝福他呢 接下来他就讲到说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的面粉必不减少 瓶里面的油也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始于降在地上的日子 换句话讲 神要建成先知以利亚 在这个寡妇的家里面行神迹 让他的这个油跟面粉呢 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啊 结果呢 这个妇人呢 她就有这个信心 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 她跟她家中的人 还有以利亚呢 就吃了很多天啊 这个面粉不减少 油也不短缺 所以呢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 真的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神的话语出来 就能够无中生有了 这个事情以后呢 他的儿子就病了 那甚至呢 都已经没有气了 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啊 她的反应是什么呢 她居然说 神人啊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到我这个地方 让神想念我的罪 害我的儿子死了 当时人的这种想法 两千多年前 这种想法实在是很奇怪 你儿子死了 你跑来怪以利亚 是这个让神看到她的罪 就害死了她的儿子 这种想法 其实真是很大的一个谎言 那她当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总而言之 她知道要找以利亚来帮忙 那以利亚就说 你把儿子交给我吧 然后呢 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 求告耶和华说 哦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 你反而叫货给他 让他的儿子死了吗 好像呢 他们都这个把问题呢 都怪罪给神了 其实呢 神却是有他奇妙的作为 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情况 我们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灾祸发生啊 我们会去怪神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去寻求神啊 神是能够逆转这些情况的 而且要成就他属灵重大的作为 所以我们不要太急着去责怪神 那我们看到以利亚呢 就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哀求耶和华说 神啊 求你让这个孩子的灵魂 人入他的身体 结果呢 果然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 他就把孩子交给了他的母亲 那这个寡妇就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 更让他认识到 他传递神的话语 真的是绝一定会成就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 又发生了更大的事情啊 就是时间到了 就过了三年之后 那神的话语又临到以利亚 要他去见亚哈 要降雨在这个地上 这个时候呢 亚哈呢 跟他的家宅 就是负责他家里面一切事情的总管 叫做俄巴迪 那这个俄巴迪呢 可是有点来路的 他是一个艺人 他这个在皇后耶喜别 要来杀耶和华的宋先知的时候呢 俄巴迪就把一百个先知 一百个把他们藏起来了 用水用食物来养他们 所以呢 他是一个默默在为神做事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亚哈跟俄巴迪呢 他们要去找水 给他们的骡子喝 然后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以利亚就出现在俄巴迪的面前 那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讲说 你去告诉你的主人 说以利亚在这个地方 那俄巴迪就吓坏了 他就想说啊 你这样子你要我去跟我这个王啊 亚哈王来讲啊 你简直就是在害我嘛 万一你突然行踪飘渤不定 我们找不到你 这个时候呢 我的王又怪罪于我 那我就不就死定了吗 那这个时候呢 以利亚就跟他保证说 我一定会出现的 然后呢 结果呢 亚哈见了以利亚 就怪罪说 啊 你使以色列遭这个旱灾的 那结果以利亚怎么回他呢 他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的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 去随从巴黎 哇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到 亚哈觉得是因为以利亚发的这个预言 所以让他们没有水喝 其实他没有看到 真正造成这个灾祸的 乃是他自己的恶行 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诫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灾祸 不高兴的事情 不顺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就去怪神啊 怪人 其实呢 可能都以前回来啊 真正的原因是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我没有 我们没有真正的遵照神的旨意去行啊 以至于呢 遭治灾祸 所以很多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首先要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指示我们 甚至呢 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